附近共四個部落原住民 拉起白布條抗議 他們認為南投領館處 從二月十八號禁止機車進入 單大林道已經嚴重的侵害了 附近居民的權益 不只拉白布條 當地居民不滿領館處不回應 乾脆直接從樹林繞過管制站 在警方面前騎車通過 領館處原本在醫院開放民眾騎車 進入單大林道 但隨後發生多起的騎士 墜骨意外 導致領館處以修路為理由 禁止機車通行 但當地原住民認為 封閉道路沒有法源依據 居民不論是要運送食材 或者是記組活動都受到影響 對此領館處強調禁止機車通行 是為了安全 希望民眾要遵守 而擅自繞過管制站的行為 也已經處罰 後來經過討論 領館處終於同意 暫時解除管制措施 不過也只讓當地的原住民 通行到228連假結束 華人新聞 無量楊宗穎 周大祥能頭報導